偶尔能跟一些人去分享 二十四节气 跟中国的文化有多深的一个关系 真的是一个很洋气的事 我也很骄傲 每一个节气都是一个惊喜 怎么样 这种老文化的东西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 越来越多的人去学传统文化 所以它会越来越丰富 大家好,我叫江神海来自英国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八年 我家现在在香港 初一次来中国是九二年 我二十岁 因为这是九二年 你看就是个游混青年 对 完了这个是我在内蒙 就四年 03年 搬到南罗故乡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南罗故乡 我花了三万块钱 就开了这个小店 设计我自己的一些背线 就是文化山 把我演了一个北京 我喜欢的一些北京的符号啊 口号啊等等 就切在T恤上 大概过了半年就特别收获了 好多人跑我家去买这些东西 那条街就活起来了 它从一个居民的一条街 过了十年就变成 每天能有十万个人到那条街 疯狂的一个体验 有人采访我 觉得我可能有娱乐精神 完了就上了好多节目 在福克寺在国内 什么山东台啊 广东什么恩多台都想拍纪录片 晚了就是我开始跟金头 有一个比较深的关系 就开始作为一个小明星 去哪儿都是有人认识我 其实中国对我来说 它就是一个特别刺激的一个生活 你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现什么 再往回想 就是像一个梦一样 这个四季中国也应该是一六年找我 而且正好是跟我二十四年在中国 还能跑二十四个地方 去跑二十四街气 就觉得挺意外的 把它当成一个冒险 跑到什么贵州啊 我做了一个第一个老外的春晚 什么磨合呀 你就戴上这个帽子啊 这个王主一直坐到别人 什么敦荒啊 他对你熟呢 怎么气这么冷 可以可以 你就这样 对对 往前一点 往前一点 稍微 这个四季中国有趣的事儿太多了 都不知道应该讲哪个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人 有一些故事 永远忘不了 恒好 是啊 打去是一定要爪尽 很早 现在小区太多 想是带个好的去是很难 这个曲犬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作为一个老外 一个曲犬能指五万块钱 是一个没想到的事 曲犬是 它肯定是中国的一个文化 中国文化太多了 非常多 这种曲犬它不咬着 它不咬 不咬 这只能接着着是吧 对 就接着静小小的慢点 行 这个就是等去带一个大 好的成分好的 大鸭吃 你看这个活的 这个活的 这只能接着来 这只能接着来 从穷到有选择 有钱有自由 是非常好的一个事 玉米一年只能挣 几千块钱 但是还能去每年 到其中一个节期 在玉米地下边 去找这些取权 它一定要抓住这个时间 能在那段时间 去挣到一笔钱 特别鲜艳的一个事 就是感觉特别有希望 老汪 你说多少钱 这个 这个三十块钱吧 三十块钱 你呢 我说 我说这个出的 一百块钱出的 一百元 一百 你说三个就一百 对对对 没猪的 对我来说都看着一样的 但对这些农民公司 这个好 它的压很大 它的颜色很好 它的身上的油 或者什么就讲得特细 这些东西 1988年 每年 每年 优优独特别的 农民公司 在北京 集团 它是设计的 在北京 单独特别的 有20团队 当中的参加 参加 参加 上海北京跑过来 装门去那儿 就在那个街去 装门去宁静去买 在市场里面去斗这个曲串 就看这个曲串不错 这个曲串可能上了一个腿 但是还是至一万块钱 完了从那儿就跑到北京去 去参与一个国际比赛 这是我永远忘不了 那个真的特别有趣 而且因为我是做演讲 关于二十四街题 你跟老外去讲 一个曲串能卖这么多钱 而且是这么高级的一个事 就是还有这么讲久 他们都不相信 我每次讲曲串这个事 我看到现场的大家就 就觉得怎么可能呢 每一个节题都是一个惊喜 因为中国的历史很长 那可能你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但是你要去学习它当地的一些历史 文化你会觉得相当有意思 苗年挺疯狂的一个体验 也是一个山区非常穷的地方 因为人少 有文化 有历史 就过的日子可能比较 节奏比较慢 因为大家要去学习 在它的历史上 就是那个历史上 历史上 是一种历史上 在雷山的新年 的新年 有些人告诉我 这些历史上 很细节奏 都会被 创造为 苗年车人 都会是手术的 是这么细 这叫做花石工艺 抽到腰直 抽到腰直纹子 就会一次性就过来了 一次性过来 一次性 对 还有不要再来 不要 这种方式感觉挺飞进的 这是自古以来就是这种方式 Long Taiyang is a Miao silversmith 每年, during the light snow season, Miao farmers have little to do but for Long Taiyang, this is absolutely the busiest time of year people around the village rush to buy or repair their silver before getting decked out for the new year Long Taiyang is a place where they are in a teaching center to teach them about the new year they have a dream, to invite some people to learn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they want to protect their livelihood they want to protect their culture we went to that car it was a very long time I remember, it was about 7 hours at that time, we were also looking at the road it would be easier for people to come but at that time, we were still not there only us Come on, Fish If you have a dream, it will always be able to take this part and the part will be really slow actually,小虎 he was very careful to hear his father he was a very careful h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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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careful at the beginning I didn't think so I was very careful when I was with小虎 in the interview I realized that he was really not easy he said we were in the village in the village he was not with me with my friends he could find a lot he could find a lot he could find a lot but in the夏 he could find a lot he was not able to get people he could go away then he would go home at him he got a real estate he had a feeling he could see his dream but he wasn't really old he was not a kid this room the house just changed it was a wood 我们租的是三层 苗族的过年 相当于汉族的那个推荐 只要过这么苗年 不管你在哪一地方都要赶婚 过这么苗年 一来是庆祝我们的稻谷丰收 二来又庆祝我们的生意 真正日上 欢迎你来自远方的客人 到我们家来 一起喝 先喝客酒 Cheers 他已经开始了 我还真不知道 他会不会成功 这就是看他的努力 感觉到他这个课程 和他做的这些东西 是蛮有意思的 但是怎么能找到人去那 很难 他这个儿子小虎 采访的时候就特别的担心 他那段时间 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开心 他不知道他的未来在哪 这已经五年了没看到他们 这两个人都很好 但是说说话 我一直没跟他们联系 他还不知道 我一直不知道 我还不信 他 wants 我还没听 我还没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喝的我就想回去 就是现在我们看这里面吃饭的地方 就是哇 那时候的房子就把它全部拆了 所以就吃饭 你看还是老的位置 体验广 那时候没这么大 中间有一个隔层 所以现在就不断地在扩大 那时候可以做30个人 现在可以同时一百个人在制作 哇 那你那真是一个好大的一个 这个配身机构 对 那时候我们站的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那个老的那个板子 就是那个胶盒板 后边嘛 就是说也改变成了这种桌子 就是用那个石木打造了一个那个 透过的那个桌子 我带你看一下我的整栋房子的外瓜 现在也改变了很多 你看 我都认不出来你这房子现在 做得好洋情 变了很多 现在就可以有28个房间 全部都有那个卫生间 哇 你们家装修的特别好 改变了很多是不是 是啊 你真会 你真会干 你真的 你作为一个这个老板 一个创始人 你太有才 我们翻天覆地的改变 通过这几年嘛 就是我们感觉到这个路 也给我们修好了 很多东西都在转变 所以你像现在我们后面的这些墙啊 都是国家都是在跟我们粉刷 所以感觉就是 现在你看就越来越好 一到暑期的话 我上面那里都是填了两三个旅游大坝 一个旅游大坝嘛 三四十四五十个人 跨境越来越好 跨境越来越好的时候 所以就改变 就前东南州整个鲁山 这种传统手工艺 叫做是大力的这种事 真心二十户的营将 回到家里面来做 共同一起去守护我们的家园 共同一起去守护我们 民族的这种传统手工艺 来 小府跟你聊一下 您来的时候我还跟您说过 我可能在家里面待一段时间 就又要出去了是吧 当时就只有我一个年纪了 待不下去 后面的话就是那个客人来的越来越多了嘛 然后也没有在想 也没那么无聊了 每天能见到不同的人 就慢慢的坚持下来 是是是 不错不错 那就好 看得出来 你留下来还是挺好的 是吧 因为你们那边还真的发展得非常好 对 你跟你爸都是还会在做一些远昌吗 对啊 现在在家每天都在做的呀 每天在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进步 那你爸你的东西在线上卖吗 微信里面还和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公司 做到我们的订单 不错 不错 那就挺好的 你像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只剪一半 能有很多外地人 能越来越了解我们这个空白 曝光量都很高 当你这个地方够足够出名了以后 你的那些村民 你的小时候的一些玩伴 就会逐渐地回来了 所以我现在目的不是出去 我的目的现在是把他们叫回来 没想到 它能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 而且看那个小虎 完全变了 就一眼能看出来挺开心的 我为它特别感动 拍了这个24街期 我发现这么多中国少数民族 和它当地的一些文化 能感觉到更多中国人 对这些是有兴趣 有兴趣之后 就更愿意去买或者去保护 这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事 也非常好 我头一次是94年还是95年去大理 这个是我在大理 一直到这个我去小百家 我一直没回去 改变特别多 大理是一种小巢 大理是一种称之民的 和atos浅留一样 大理是一种情点 在八截比较后 在新号山ell reminders 和荒来了 比较牧 今天大理 大理 has grown 从小省到很广没 的广 Fatina 大击 siinä 水 在这个家庄老式的家庭小白的家庭 小白也是她的家庭 小白和Tudo grew up in Dali 像很多年轻人今天 他们在家庭去的大城市 通过他们的想法 但是在2013 他们在一起去做家庭 to make tie-dyes for a new generation 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think? How do you think? My husband and my husband I love them I love them Because they want to protect a modern culture And they're very beautiful As a high-known student, they can come to the village They can bring their own knowledge They can teach their own things In such a good school They can teach them to the village To make their own family To make them grow better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thing Just use this one to pour a little green It's like this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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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f it's like this one It's like this one It's like this one In the afternoon, Xiao Bai welcomes guests from afar into her courtyard Accompanied by parents, children learn about tie-dyeing And begin to care about plants And learn about the beauty of the plant world I think the products are good But they're not really good But they're not really good But they're able to succeed in the development I don't know if they can succeed You're still in the old village, right? Yes The old village has never changed It's like this one It's like this one You can still be in the garden You can still be in the garden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be changed This garden This old village is How beautiful Wow This is all for you You're the owner Right Right You're the owner You're the owner And the owner You're the owner And the owner You're the owner And the owner And all such There are also Casualty What's the name We're also Who's the owner For that You're the owner And the owner From the house Anywhere Is there Are you You're the owner With his owner And the owner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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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就是可能刚回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比较少年轻人 在这个村子里 但是现在陆陆续续 也有很多大学生 回家法家创业 而且他们也愿意 扎根在乡村 我觉得这个变化 是非常大的 大的一些国家的政策 其实也在鼓励大家回来 然后也在创造条件 让大家回来 你看像我们去英国 政府全程来支持 这下行动的 其实在大理创业 还是蛮幸福的 就是有这样的一片土壤 那你们回到老家来发展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好羡慕你们 哎呀也欢迎您过来玩 大理这几年变化 也还蛮大的 像现在我们那个 额海生态难道 不是也修好了 然后也特别适合 骑自行车 是吗 可以看看额海 行我下回 我带孩子们过去 还是蛮开心的 他会有市场 因为中国人 他越来喜欢 他自己的传艺 中国人越来喜欢 他自己的文化 这个体验对我来说 是我永远玩不了 而且我也很骄傲 偶尔能跟一些人去分享 二十四节气 跟中国的文化 有多深的一个关系 真的是一个很洋气的事 因为确实拍这个片子 我多了好多朋友 时间走得非常快 没想到是五年前的时候 有这个机会跟他们面对面 在视频联系 确实挺开心的 大部分的人都特别好 他都是在努力 认真去创新 如果你不了解中国 不了解他的人口 有多么大 这个国家有多么大 可能是你是了解不到 他自己内部的挑战 其实不简单 这十年 作为一个英国人 我可能看到的变化 太多了 太大了 这是真不容易 我可能看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